慢慢呼吸就好了 慢慢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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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喔 好啦 火出來了 對啊 火出來了 把他身體慢慢拉出來了 你開嗎 歡迎來到這個章節 這個就是 現在時間是晚上10點 然後我們明天就要 生產 迎接小芝麻的到來 本來也是希望可以順順利利的 就是自然生 但是因為 醫生評估了一下之後 發現我身體可能負荷不了 所以我們就 還是要 剖腹 然後他也 很著急的要出來 因為他現在就是他的位置越來越 低 然後再加上我的公說次數很頻繁之外 我的公說次數的分鐘數也很準時 所以醫生就叫我提早入醫院來觀察 我覺得離那時間越近我真的越緊張 對 你也會吧 會 因為光進來這幾天 手上打了好多個症狗 又要抽血淹這個 又要 又要輸血 因為血紅素不足 所以我輸了 1000cc的血 然後明天開到還會再輸血 就是身體 辛苦了 不好 好喔 我們要早點休息 然後明天也大早就要迎接芝麻的到來 是的 對 很期待 我會找你爸爸囉 剛剛我媽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 下半身目前沒有感覺 下半身沒有感覺 這有東西在弄喔 拉拉拉拉的感覺 會比較有不舒服的感覺喔 慢慢呼吸就好了 慢慢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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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不要往前靠 快靠嗎 快靠嗎 腫死了 一出來就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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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真好 你挑好了 好 啊 啊 啊 嗨 嗨 嗨 這個拿起來 嗨 嗨 嗨 可愛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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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了 我現在要講的是 其實婆腹長明明就很痛 真的超痛 我看到整個心其實很痛 我們要講解一下到底為什麼會痛 要不很多人都會說 蛤?你這不是說婆腹不會痛嗎? 而且第一天真的超扯 我完全不能動了 而且是我還要餵姿姿吃飯 他連手都抬不起來 不好意思打斷 沒關係如果是正常身材的話 其實他就是身前痛 但是呢在你生死的時候勒 因為打麻藥的關係 所以你不會有痛症 也不會有那種很長時間的症痛 但是那個傷口真的會死掉啊 我覺得我要死掉了 因為那個傷口真的太痛太痛 因為我很幸運 因為我老公幫我選了醫院 所以我們可以自肥的一個麻藥 沒進來之前我心裡面的OS 就會一直說 現在對然後到底 我也很想進去 我在外面等了很久耶 我好緊張 對我站在那邊 就真的像演戲一樣 他叫我幾天等 我就在那邊等 他一直在走 我來走回去 一直等 進去的時候我好緊張 好緊張 沒有這隻更緊張 真的 然後我就要趕快鎮定下來 但是好像沒有什麼用 我覺得我好自責喔 他進來的我心情好像比較平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愛我們的 還有愛芝麻的 沒錯 那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然後也留言給我們 或者是你跟我一樣 也是在剖腹的話 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好